歡迎加入1800新聞1點0的新聞直播 大家好 我是王心儀 歡迎各位觀眾朋友加入我們的直播留言區 在線上跟我們一起留言互動 一起聊天聊新聞 今天新聞首先我們先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刑事局破獲了一起詐騙集團的案件 他們是以投資虛擬貨幣的方式 詐騙70名被害人 而且這個不法所得超過了2億元 當中有一名余姓祖賢 他其實是竹聯邦 仁唐明仁惠的成員 他已經因為詐欺被通信 居然還不斷的組織集團四處的變遷 而且去年10月還犯下了殺人案 遠景衝進詐欺集團在高雄的水房 裡頭成員還淡定坐在沙發上 被遠景一一壓制 賀志歹人不只查獲水房 警方還向上查獲了詐欺集團金柱 攻堅破門指導金柱的招待所 一樣在高雄 詐欺所得拿來買雙B 出入開豪車 被逮後走在第一位 就是43歲的吳姓金柱 原本就從事詐欺 這次聯手黑道分子 一個出錢一個出力 負責招募旗下小弟當車手 經營詐欺集團 而黑幫帶頭的人是他 有很多人在找我 我問你什麼人在找我 什麼人 我認得分辣啦 41歲的餘姓主賢 本身是竹聯邦仁堂名人會成員 但他不只做詐欺還殺過人 去年10月3號 一名23歲吳姓女子被打到昏迷 躺在家戶病房 傷勢幾乎集中在頭部 經過11天搶救宣告不治 只因為在住處和其他男子在一起 被前男友看到促進大發 遭到狂毆 甚至還拿起電腦椅狠砸 這名前男友就是俞姓主賢 案發後隔天俞姓主賢在台南 被逮連同詐欺案件一同破案 警方發現俞姓主賢和吳姓金主 成立的詐欺集團以投資虛擬貨幣為由 詐騙了被害人多達70人 不乏所得金額超過2億 直到去年7月中有被害人報案 案件才一路侦破 經法院裁定 含主賢公祭15人其他境界 俞姓主賢殺害前女友之前 就已經遭到通緝 卻還囂張犯案 檢方依殺人罪將他起訴 連帶就案詐欺通緝 加上新案也涉嫌詐欺 洗錢組織犯罪 一筆一筆賬 等著跟他算 TVC 李晨佑 羅伊昕 台中報導 好的 我們來看到 因為金門最近因為農務 加上大雨的關係 所以機場的航班大亂 結果沒想到 居然有人趁著這個時候偷竊 在今天早上有一名戴姓男子 他趁著旅客在候補機位的時候 居然偷了肉粽吃 而且還偷別人的名場 金門機場有不少的民眾在等待 因為這幾天有農務 加上暴雨的影響航班大亂 昨天有上千人在等著急著回家 今天卻發生有民眾在等待的時候 居然趁機偷竊 這名50多歲的男子早早就前往機場 先是偷了肉粽 國父之後還不滿足 直接趁著其他旅客離開座位 時把他們賣的名產偷走 包含堅果 牛肉乾等等 還裝作若無其事的拍照 他是坐下午三點半的飛機 然後八點就在機場裡面巡視 看有沒有落單的物品 或是說趁冷不在的時候 就把東西拿走了 那什麼東西 第一次是拿肉粽 就是人家放在桌上的肉粽吃掉 然後第二次是拿人家放在桌上的特產 民眾發現民產不見立刻報警 警方也調略監視器火速的在停車場找到嫌犯 好 我們來看到的是民進黨立委吳秉睿 日前在立法院表決大戰的時候 又出現了幽靈投票事件 究竟是誰幫他帶投票的呢 國民黨立委葉元之 他在今天也曬出了他當時拍下的畫面 懷疑是綠營的立委洋藥嫌疑是最大的 而今天吳秉睿被記者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火氣不小還推了記者 用影片還原說好像是洋藥委員幫你那個 幫你帶 不要擋我的路 大力推了記者 民進黨立委吳秉睿火氣不小 我以為後來那個調查有其他新的進度嗎 不知道 因為他們在說是 我就離開了我不在場 所以沒有交代說誰幫忙你投票這樣子 有這樣的事嗎 怎麼樣就是不回答 前一天吳秉睿證實自己30號的院會 進行到第9案第一次動議不在議場 但吳秉睿投下的同意票怎麼來的 國民黨的葉源之曬出這段當天自己拍下了畫面 我現在拍的就是吳秉睿位置是空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有人 再看一次這突然出沒的是民進黨立委洋藥 我就問請問楊藥投票的時候你沒事到吳秉睿的位置幹嘛 然後你到吳秉睿位置你還做出按鈕的動作你在幹嘛 你這個你做這個動作太不尋常了吧 是不是所以之前的一次吳秉睿是不是你投的 然後你是不知道說卡已經被抽走 所以你要你再繼續投 葉源之質疑的瓜田裡下 楊藥辦公室則回應這題不回 沒什麼好回應的 不過來看看立法院座位圖 楊藥跟吳秉睿隔了四位委員 中間還卡個走道 因為您坐他旁邊 你有看到是誰幫他投票嗎 沒注意到 不是你這樣子 不是我 我也在忙我自己的事情 所以是誰幫他按著有看到嗎 我不知道 當時盧憲一事情的時候 吳思雅還去質詢蔡壁仲 結果你們自己居然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盧憲一的案子 那到現在吳秉睿委員他被指涉 我們都支持一併來調查 那誤網誤縱 投票燈怎麼亮起至今羅生門 但當時綠營怎麼圍攻盧憲一案的 藍營加倍奉還 TVBS新聞李國衛 洪富華年神宣 維佳琪劉婷 劉婷婷N小組台北報導 王小飛跟大S離婚之後呢 將兩人住處的四幅 比較高價的畫作搬走 所以也挨告了回損債權 但是獲得不起訴之後呢 大S又申請在意 北檢今天再一次傳喚王小飛 而王小飛也說 因為家事鬧上版面覺得很不好意思 也說最近跟女朋友關係不錯 王小飛跟議員大S離婚之後 兩個人為了四幅高價畫作鬧上法院 原本案件不起訴 但大S申請在意 王小飛再一次為了畫作出庭 這件事確實耽誤和浪費公共資源 浪費大家時間太多了 我確實非常的不好意思 對這個 這件事就是一個家事 耽誤大家這麼多的時間 開完偵察庭 王小飛走下樓梯 面對鏡頭沒閃躲 有問必答 也透露最近心情很好 沒有和大S聯繫 被問到有去哪裡走走 還會分享心得 去好好的體會一下 台灣 在我們台北的生活 然後去一些咖啡廳 感受一下這個 這邊的一些美食 2022年3月 王小飛派司機到台北的住所 拿走個人物品 還有這四幅畫到S Hotel 事後大S質疑 王小飛趁他宣請強制 執行財產之前拿走畫作 導致法院查封時找不到涉嫌毀損債權 原本檢察官采信王小飛的說辭 勘驗對話記錄 認為他搬移畫作是為了取回個人的物品 但大S申請在意 高檢署發回調查 檢察官上個月傳喚S媽出庭 當時S媽還替女兒覺得委屈 王小飛上回到大S的住處鬧事 被帶回派出所 當天的穿著被外界討論 這次居然穿上與近期韓劇 《類之女王金秀賢》 劇中同款的外套 價格約26萬元 是景品品牌的衣服 不過為了私服畫 與大S的官司糾纏至今 到底誰對誰錯 就看檢察官怎麼調查 TV被詢問黃金煒 蔡明訊葉宣 SNG小組 台湖島 好 在新竹市的大馬路上呢 我們看到居然有兩隻鵝 在這裡逛大街 而且他們走的呢 其實就在汽機車的馬路的旁邊 四主不只沒有牽繩 還放任他們這樣亂走 當然民眾跟遠景就制止 沒想到四主還嗆聲 甚至還叫遠景閉嘴 而最後的下場 就是四主跟兩隻鵝 一起被帶回派出所 姐姐 放開啦 這樣子會負責我 放開啦 負責我我會負責 放開啦 你給我負責什麼責啊 你給我放開啦 不是你怎麼辦 你把他弄死了 你要負責耶 雙方不斷互嗆 藍色商業的女子小心抓住鵝 還用雙腿互住 就怕他到處亂跑 灰色商業的男子十四主 不斷叫對方放開 也不甩一旁的遠景 不斷勸說 原來他帶著兩隻鵝散步 卻沒有牽繩 甚至還放任他們在馬路上亂喘 2號上午10點多 新竹市北大路上 這裡的車流相當大 有一名男子帶著兩隻鵝走在路上 疑似途中有兩名夫人看到鵝太可愛 想伸出手摸摸他們 兩隻鵝被嚇到跑到馬路上 不過四主卻沒有阻止 鵝就這樣悠閒地走在契機車旁邊逛大街 看到的民眾都嚇出一身冷汗 警方正好在附近處理交通事故 貨包到場後 開著巡邏車跟在鵝後面 就怕有車輛撞上 接著將四主和鵝帶到一旁勸導 不過四主火氣卻很大 不僅不理會員警 甚至還叫對方閉嘴 大聲對員警嗆聲最後被帶回警局 員警也忙著用警棍引導鵝乖乖坐上巡邏車 兩隻鵝在警車後車廂不斷好奇的東張希望 四主沒有牽繩還放任動物到處跑影響交通安全 可別以為鵝會看紅綠燈 萬一出意外後果恐怕不是 我會負責四個字就能解決 鐵畢業新聞陳世民 陳家彤 新竹採訪報導 桃園市建國延平北路上面 其實有很多民眾多次的陳情 說這裡的人行道上常常有車子圍停 而且甚至還有人會把車子騎上來 相關單位會看之後 就直接在人行道上裝了這個護欄型阻隔 防止氣機車圍停 甚至也不讓機車再騎上來 而民眾都說這個裝了之後 的確比較安全 可以將人車分流 走在馬路上突然多了這個 一個個黃色的防撞桿連在一起 架設在人行道上 將人車分流 會不會比較安全 當然會啊 怎麼說呢 車子和摩托車都會亂騎 他們有時候會壓到 呵呵 然後這樣會比較安全 桃園市區建國延平路口 日前就有民眾陳情 常會有車輛 停放影響交通 相關單位會看後 決定增設防撞桿 就像是護欄一樣 並在標線外劃設紅線 人車分流不再搶到 因為就車子跟人分開 因為車子就不會開過去啦 走能路人走能比較方便 畢竟接風時段塞車嚴重時 很多機車騎士會直接騎上人行道 還會有車直接停在這 車輛就直接壓在綠色的塗料上 新人想要過馬路 還得要先繞過車子 就算人行道化設後 許多民眾仍然貪圖方便 直接無視聆聽 甚至照樣行駛在上頭 亂想不少 因此陶仁師傅 才會新增這個人行道護欄 那今年的後火車站 周邊的大陵路 建國路 延平路 我有爭取了做人本的示範道路 那這一處的人行道 也在這個計畫的範圍之內 增設後 許多民眾反應狀況不錯 大多認為相對安全許多 市府目前已經納入 六處標線行人行道 設置這種阻隔設施 若旁邊有店家住宅 則會以交通感的方式設置 逐步盤點增設 還給行人路權 讓交通更加安全 新北市永和有一名女子 她出門遛狗的時候 在經過巷口的時候 剛好有一輛休旅車開過來 疑似在轉彎的時候 撞到了這一隻狗 當然四處馬上就衝上去理論 雙方就起了口角 四處指控駕駛不但沒有道歉 甚至還口出惡言 當上就拿了手機錄影 提告公然侮辱 晚上八點多 女子牽著狗走到巷口 一輛休旅車剛好從車庫出來 轉彎時疑似撞到這隻黑色狗狗 四處也趕快拉緊牽繩 狗也嚇到往後跳一步 但駕駛似乎沒發現 繼續往前開 女子立刻追上去拍車窗理論 沒水準 前出 雙方在路口爆發口角 駕駛沒多久離開現場 她就完全都沒有停 然後就直接 往這個方向開過來 我就覺得 你怎麼沒有停下來看說 你撞到狗了 目前就是看到人 陌生人靠近 他會害怕會閃躲 然後會摸他的後腿那邊 他可能會發抖 監管愛犬沒有明顯外傷 但四處指控 有被車頭撞到 會再帶去動物醫院 好好檢查 事發地點在 新北市永和民宅巷弄內 這裡是單行道 道路兩邊還停放機車 相當狹窄 當時休旅車 從車庫出來右轉 發生糾紛 遭指控的駕駛 也提供行車紀錄器 認為是對方擋在路中間 我是站在紅線內要等你過耶 然後他就說這不是馬路 我就當下很傻眼 然後因為他很兇 我就覺得很怕他會打我 他就是罵我還有對我比中子 神信駕駛接稿前尚未取得回應 出門遛狗卻受到驚嚇 讓當事人實在氣不過 決定提告工人侮辱 希望對方能夠面對解決 體驗室的女友傳 黃天門新美式報導 好 我們看到的是 高雄的陸竹天后宮 在昨天晚上舉行媽祖的生日宴 結果封面來報導 降下了大雨 很多的信眾當時就直接撐起一傘 要來吃這個晚宴 結果讓這個平安宴 瞬間就成為了真正的流水席 陸竹天后宮舉辦平安宴 結果天宮不作美 竟然下起大雨 信眾們紛紛尋找遮蔽物躲雨 不會也有人樂在其中 撐起雨傘等待開席 下雨天 媽祖師大家走 好累坐得 來 不要來 來來 來 來 吃 吃 吃 沒有被大雨破壞好心情 因為沒多久這雨勢越變越小 下沒幾分鐘雨又停了 這時才陸續開始上菜 現場表演活動照舊 現場借分還翻了 事件發生在高雄露竹的天后宮 一號是媽祖娘娘千秋聖誕 廟方邀請各有好的宮廟前往祝賀 晚間的平安宴 席開135桌 只是沒想到突然遇到大雨 讓廟方措手不及 因為當天一路從早上到下午5點前 都是艷陽高照的好天氣 沒想到下午5點開始先下一波大雨 接著在開席前又再下一波 這幾年都沒有碰過說我們的平安宴會下大雨 會下大雨 會下雨這種情況 所以也是滿有自信滿滿的啦 5點我們志工要去放桌牌還是艷陽高照 哪知道在5點10分那時候左右吧 就一陣狂風吹過來 烏雲就馬上待到 那時候我們主委就太擔心了 那時候也措手不及 只好就求媽祖保養 還好這雨來得快去得也快 最後雖然是延誤開席 但準備好的飯菜沒有被這場羽加湯加料 親徒們也都吃得很開心 讓媽祖的聖誕平安宴圓滿落幕 提片新聞 徐崇牛璇高雄報導 大陸最近出現極端氣候 也影響到他們現在的五一長假 但是我們看到有一輛 有一架上海要飛往香港的航班 在前幾天降落頻頻的失敗 在空中經歷了劇烈的顛簸 很多的乘客在飛機上都嚇得尖叫起來 有的人甚至已經吐了 這畫面讓人看得捏把冷汗 香港國泰航空CX341航班 從上海飛香港 因為強對流的天氣劇烈顛簸 航班在香港兩次降落 飛機上的乘客有哭泣 有嘔吐更多是尖叫 加油 降落失敗 飛機從300米的高度 迅速升至2500米 長期處於失重狀態 後來在廣東深圳落地 重新加油後起飛 才順利在香港降落 鏡頭轉到青海 一輛載著42名遊客的大客車 在青海4000多公尺處 遇到了極端雨雪天氣被困 部分的旅客出現高原反應 有兩歲的兒童 還有兩三名女性遊客 出現了明顯的高原反應 參與救援的青海民警表示 由於轄區路線較遠 來回運送一次受困人員 要半個小時以上 當天來回跑了四趟 還有私家車的車主 主動參與救援 目前受困的遊客全數脫困 另外廣東近期接連下暴雨 大陸五一小長假 由廣東的民眾趁機往北走 所以打算假期都換過心情 所以就會打算來北方更加晴隆 舒爽的地方來度假 煙火以金色為主調 有巨型的HK代表香港 有笑臉圖案全長約10分鐘 為迎接五一黃金週的假期 香港維多利亞港的煙火表演 但卻因為煙霧太大看不清楚 可以 因為我在網上看到有那個字母的 就是HK的 然後沒有看到 我還以為是壓軸的 但是沒有看到 大陸這一波惡劣天氣 將延續到五號假期結束 TVB新聞鄭盛偉 陳向如綜合報導 在2003年的時候 在中立有一對夫妻檔 結果他們遭到一名男子割喉殺害 至今到現在都還沒有抓到兇手 結果在案發一年之後 在距離一公里外的 燕酒行發生了搶案 當時警方辨識出 嫌犯流下了一滴血 經過見識之後 證實跟電氣行的歹徒是同一個人 雖然目前都還沒抓到這一名歹徒 但是也發現 他其實在南桃園 還曾經犯下了竊盜 強盜 以及持刀性侵的案件 至少七起 第一年前這裡是一間電氣行 也是命案現場 老闆夫車輛一個被槍殺 一個被割喉 兇手的手法非常殘忍 但現在都還沒找到兇手 成了一件選案 聽到砰砰 然後我老公還跑過去看 那時候晚上都沒人 那時候霧霧的 天氣霧霧的 親眼看到丈夫倒地 還被歹徒強迫找蛋殼的郭太太 就在驚恐鼓喊下 遭奪走性命 老鄰居們無法忘記 2003年10月6號這天 中立電氣行雙式命案的兇手 沒留下唯物機陣 也沒搶走財物 倒是留給家屬一個問號 一份巨大傷痛 死者郭太太的姐姐 原本不想收到電氣行 要等警方破案 但最後家人們抱著遺憾 搬離傷心地 連房東也換人了 他們在那邊坐坐很久 人不錯的人啊 他生意很好 案子在沒有頭緒下沉疾 直到案發一年多以後 終於有了脈絡 走下來的時候 都撐指著我們啊 距離電氣行一公里外的 燕酒行遭搶匪持刀槍 搶走90萬元 跟員工發生扭打時 搶匪墨鏡被打掉 臉遭化傷 留下一滴血 經過DNA比對後 與一件性侵案嫌犯相符 燕酒公司員工 看電氣行畫面也說 搶匪就是他沒錯 21年過去最新結果 越來越驚悚 他除了被兩條人命 還犯下竊車案 強盜案以及三起持刀性侵案 在南桃園至少犯下7件案子 有了這些線索 但調查腳步似乎停下了 也不曾對外公布 讓全民棄鬆 時間不該是用來衝彈整項 TVB的新聞 王金龍 桃園採訪報導 好的確 這上有觀眾朋友說 這個案件已經2003年到現在 居然都還沒有破案 我們持續的追蹤這一名嫌犯 他其實在作案的時間 都是在傍晚過後 加上他都集中在南桃園這一帶 所以法醫高大臣就分析了 這一名嫌犯很可能有正職的工作 所以他才會大部分都在晚上的時候出現 而且也有可能也有地緣關係 高大臣也認為凶嫌其實在犯案當時已經成年 所以長相跟現在應該不會差很多 不排除用科技AI輔助還原 人貌漢墨鏡升高大約170 犯案時刻意遮蔽特徵只露出半張臉 線索少了一半該怎麼追 恐怕只能先從犯案模式下手 還原凶嫌犯案的軌跡 民國85年犯下性侵案 6年後又性侵為成年少女 隔年就殺害電器行老闆夫婦 94年偷車後連續犯下兩起強盜 95年在持刀威脅被害人當街性侵 範圍都在南桃園 但是隔20年兇手在哪沒有答案 高大成分析他之所以沒留下指紋 除了戴手套很可能手指也塗了強力膠 但過了20年靠著當年的監視器畫面 還有辦法追查嗎 不過要模擬20年後的長相純繪圖 可能還是會有落差 16多年這名嫌犯至今還沒有落網 但過了20年他的模樣 和現在不知道差了多少 或許只能透過科技的方式 來還原他的面貌 有電腦繪圖時解釋 繪製人像會著重五官輪廓和臉型 參考的影像比較模糊 就可能會有落差 因此得透過科技 慢慢模擬出最有可能的長相 一步一步追出這名嫌犯 但過了這麼久 目前還在四處逃竄 對於受害者家屬來說 恐怕得盼望警方掌握新證據後 盡快重啟調查 才有機會破案 阻止他還有機會犯案 TVBS宣傳的報導 來看到現在空戰成為了政治的新戰場 據了解民進黨主席賴清德也下令 說要黨公職多開直播 多做一些短影音 所以現在基層明代直播頻道越來越多 從立委到議員掀起一波直播草 小米酒是在傳統花蓮其實還蠻常見的 明星島直播一秒變身 戰貓購物台 準副總統蕭北琴介紹新城鄉小米酒 幫助花蓮地震災民振興經濟 還多了個藝名叫Bikim 而這創意梗確實有效 直播開播短短三分鐘 觀看人次就破千 相較首次直播 首播最高只有2600觀看人次 民進黨節目夏萌耀找來重磅來賓 老闆來了 直播到一半 老闆突襲探班 當晚訂閱數暴增2000 但相較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影片 動輒破萬觀看 民進黨確實要急起直追 外親的緊盯黨中央空戰KPI 多次在中常會下令 要求黨公子開直播製作短影音 更以2024競選影片 在路上作為宣傳成功案例 今天真的是我們的營養三明治的首播 直播結合時事議題完創意 有兩位台北市議員和知名主持人 何開直播 但頻道剛開起步確實難 加上質詢和選民服務 這loading是否會讓基層明帶吃不消 那這樣子比你譬如說你在跑行程 那這個行程可能只能半個小時 那你能夠講的人不多 那你用開直播的方式 直接完整的敘述 外親的要找回民進黨流失的青年票 還會不定期抽查KPI成效 也難怪基層明帶直播節目 一個接著一個開 立委無配義 台北膠原蛋白 以及新北市議員卓冠婷 冠婷好說 所有的不管是YT的直播 或是所有社群平台 都是頭一萬個粉絲 頭十萬個粉絲是最困難的 直播成為政治新戰場 綠鷹搶攻網路聲量 要找到勝選流量密碼 TVB的新聞 吳柯仁全體台北長報道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呢 他因為台北市長任內的金華城案 還有北市柯案 現在被北檢列為被告了 前幕僚吳靜怡就認為說 這應該要比照高鴻安 把柯文哲暫停黨權 對於是不是被政治追殺 柯文哲沒有多說 趕著開會欲言又止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任內三大案 不只蔣市府要查 其中北市柯金華城都被質疑 土地廠商已被北檢分他次案調查 立委被告 那如果真相水落石出 也要還給當事人一個清白 我們也希望在市北柯 在金華城的案子裡面 不要出現相對應的政治辦案的問題 既然這樣就等待檢方釐清 柯文哲前幕僚公開喊話 是否涉貪事關重大 柯文哲應該被停權 開刷應該要比照高鴻安案來處理 不過根據民眾黨中平會的條例 若相關法條會影響到自身名譽 就需要送中平會程序開會決議 等同沒有內規先等待檢方調查 直若真查出問題喊出查案的蔣萬安 是否也代表他的連任路也穩了 我們絕對尊重議會他們 曾經調查小組依照職權 進行相關的調查 那當然我們也必須依法尊重 每一位當事人他的權利 老話一句尊重司法 但柯文哲的政治生涯 不免受到衝擊 畢竟過去柯文哲可是以五大弊案 形容前朝好是福 不怕被查經得起考驗 但柯文哲是否會成為第一位 被停權的黨主席還未知 而黃國昌會不會接受黨主席一職 因為前幕僚吳敬儀 可是暗算一句恭喜黃國昌 畢竟黃國昌現在聲量僅次於柯文哲 且就這麼巧黃國昌才爆料總統 來找柯文哲喬NCC人士 但柯文哲卻是這樣回應 談到NCC的 但是沒有講到人事細節 跟黃國昌說法都不聾 或許柯文哲也怕民眾黨 被黃國昌主導 TVV新聞的劉璇寧軒 台北常報導 日本現在正值黃金週假期 但是我們知道日幣大扁 當然也讓日本人出國旅遊的地點 受到影響 因為成本相對也增加了 像是在過去日本的黃金週 大家旅遊首選就是 夏威夷在今年退居到第三名 第一名變成了韓國 而台灣位居第二名 甚至以去年來看呢 日本來台的旅客 超過了102萬人 佔總體外國觀光客人數的七分之一 金黃蘿蔔糕煎到恰恰 還有鵝啊煎跟滷肉飯 店內滿滿人潮 有不少日本人 都是趁著黃金週假期來台灣玩 我們沒有太長時間 所以我們選擇台灣 食物很便宜 但日本的日幣 真的很便宜 所以我們只想要很便宜 而比起有名很貴的店 更愛爭一款 以西門低音徒不屈的 這家乳肉飯來說 大碗55元 比起華西街的另外一家便宜10塊 而來台幣吃的小籠包 孫尚龍也選擇 北市民生東路上的小籠包 比起全球知名連鎖店 一顆便宜2.5元 我覺得很便宜 但可能比起前不太便宜 比起前不太便宜 比起前不太便宜 日幣貶值去哪都變貴 日本旅客也變得更精打細算 以黃金週旅遊地來說 第一名是韓國 第二是台灣 都是相對勁的國家 而去年第一名的夏威夷 則是掉到第三名 從去年1月到今年1月 這一整年的來台觀光客當中 是多達707萬人次 其中第一就在香港 而第二則是日本人 是超過了102萬人次 而在今年的1月 也有超過9萬人次來台 跟去年同期相比成長超過 百分之247 日幣貶值 所以對於這個 這個預算上的考量 疫情之後 現在普遍機票都漲很多 大概都漲五六十趴 日幣貶值來台灣相對划算 專家提醒應該把握機會 會立退觀光 讓日本客還想再來 等到未來日幣升值時 更能推升消費力道 TV新聞新聞想家庭 台北草毛豆 每年到這個時候 股東紀念品領取時間 都會陸續的開跑 而今年讓人非常期待的 就是長榮海運 要送的是博坦 所以也吸引很多股民 在一早就排隊拿著通知單 要領取另外 中鋼然後今年送的是真滿祖 華南京送丸祖 這些其實都讓股民非常期待 又到了小股民們好期待的 紀念品領取時間 一大早就有不少民眾 拿著通知單來報到 把手提袋塞得咕咕咕 滿債而歸 幾乎人人手上都有一件灰色寶毯 這是今年的重頭戲之一 長榮海運發的紀念品 不少大哥大姐 幾個大早就衝著它來 同樣已經開放領取股東紀念品的 有中華工程以及元泰科技 中華工程他們送的是 兩個一組的陶瓷杯 而元泰科技他們要送的是洗髮灶 中鋼今年要送抗菌砧板組 華南京紀念品是 Snooby的如意盤組 台新京要送方形的密封一波罐 除了紀念品 股民們最關心的 還是股價本身表現如何 美股週三由黑翻紅 但臺股週四表現卻相對疲軟 以兩萬零三百六十點開出 早盤一度下跌超過一百五十點 全職股台積電開低走低 低點來到七百七十七元 下挫十三塊 紅海同樣是下修盤整 盤中跌幅達百分之一點九二 道士聯發科相對強勁 早攀衝破千元關卡 高點來到一千零一十元 台湖近來多空交戰 迎接五二零星政府 行情怎麼發展 不過分析師也認為下半年的行情 不用太擔心 AI族群在Q2盤整 下半年有望回神 遊歷帶動台股 只不過在短線上 還是有震盪的情勢 投資人務必留意風險 直覺新聞高橋一平捷 台北超報導 五星節快要到了 大家想好又要去哪裡慶祝了嗎 我們看到的是大直的飯店 吃到飽自助餐已經定位 來到了九成 但是我們也知道受到通膨的影響 不管是要送禮或是請吃飯 成本恐怕都不少 三十六盎司丁谷牛排油花均勻 在炭火上烤不放任何調味 留住它的原汁 口感是很Q的 很有彈性 不會說很難拒絕 雖然說我們的那個 就還有一點點深度 可是其實咬起來 就不會讓那麼的難咬 台北飯店業者 趁母親節檔期引進義大利西西里 餐酒館逆向操作反推 單點彩色 即將到來的母親節 我們這次其實一開放定位 連兩個週末的那個定位率 都是到八成滿 不光異式口味 三十六盎司丁谷牛排 邀獻給媽媽 另外台北大直飯店 旗下樓中榮餐廳 預約全滿 在吃到飽定位 達到九成 竹打松葉蟹餃等海鮮 林家於指定日期 推食人烤鴨桌菜 還有主廚經典手工菜的目的 讓媽媽遠離廚房 但今年慶祝母親節 口袋恐怕還要更深 花店臉書粉專公告 因雨害缺工 康乃馨產量銳減 大家能改訂乾燥花 而今年康乃馨一朵二十元 每把十隻逼近一百二十元 創十年新高 連蛋糕的價格也漲價不少 尤其受到國際可可價格 影響一顆八寸的巧克力蛋糕 將近三千元 花果香蛋糕也要兩千五以上 不只送禮請吃飯 最大的目的就是想討媽媽開心 就算再貴也得花 TV新聞中以羅王思淳台北 請訪報告 4月3號花蓮大地震之後 接連不斷的雨震加上大雨 也讓中橫便道攤方了好幾次 現在呢得要機動性調整 中橫便道的通行 其實算一算一個月來 這個中橫便道大小攤方 已經182次 也讓公務人員忙翻天了 烘隆隆 5月2號上午沒下雷雨 但突石沿著邊坡滾滾滑落 這地點在台八線 中橫91.5K處 靠近南投仁愛鄉 榮興村路段 5月2號上午接近10點 邊坡崩塌 阻斷道路通行 公路局古關公務段冒險搶修 11點恢復單線通行 這裡是中橫離山往返南投方向的 台八線道路上 另外在中橫便道 這幾天有幾個路段 修好了又欲落實 是巨大的石頭 4月30號上午17.8K 無風無雨 但道路攤方 崩塌長度40公尺 吐石量超過1400立方公尺 進入了梅雨季 五一這天 第一波封面通過 儘管間接性降雨 公務段人員 仍在中橫便道17.8K處 持續用破碎機打除巨石 直到雨勢轉大 才趕緊撤離 不過隔一天5月2號 17.8K處 已經處理了三分之一 又掉落石了 另外在19.7K和22.1K 也還在修復中 谷關公務段統計 光是從4月3號 花蓮大地震後到現在 中橫便道 谷關到德基站 一共就有多達182次的 坍塌與落石 谷關公務段每天出動了 10到12個人 以及三台機具 總共超過300人次 和100機具車次以上的搶修量能 但大雨一來 落石又跟著落下邊坡 目前從台中到谷關風景區 交通方面並沒有受阻 但如果要進入離山風景區 只有台8線經仁愛 與台7甲線經宜蘭兩條路 5月2號都出現了短落石 儘管公務段都在幾個小時內搶通 不過駕駛仍需特別注意山上路況 TVBS新聞陳紅葉紅採論台中採訪報導 好每次有地震來襲的時候 大家熟悉的面口應該還有 台大地質系名譽教授陳文山 他每次都不厭其煩的跟大家解釋 斷層的活動還有地震的成因 他今年68歲交輸了38年 今年也是他退休的第二年 但持續的還是在台大做研究 而非常熱愛大自然的他呢 他的辦公室也堆滿了不同斷層的石頭 非常可愛 他這個就是我們過去野外調查的時候 我們會採集一些化石啦 或是一些石頭啦 像這個石頭就很特殊 像寶一樣捧著藍閃石片岩 全台只有在瑞瑞斷層有 而黑漆漆的玄武岩生成在東部海底板塊 卻在池上斷層深山粒彩道 辦公室五大藍石頭化石幾乎都是親自採集 陳文山教授68歲在台大任職38年 儘管退休兩年還是待在台大研究 招數近四十年七成時間都在教室外 九月地震的時候斷層從這邊通過就是 那這邊是比較低這邊高起來 車龍浦斷層上九二一後抬升1.7米 挖掘橫切面就能看到地震後的折皺 珍貴照片裡還能看到20年前的陳文山 他是台灣史上第一位對斷層 進行定年研究的學者 他分享車龍浦斷層分四階段採樣 再後使一個月採三十個位點 再送到美國用碳14的定年法檢驗 全台僅四處定年研究斷層 都是陳文山帶學生一起做 最困難的是要協調地主開挖 但九二一約過了十年後 就沒這樣大型的地震研究不住 九一的地震的災害被彈彎掉了 那當然這方面的機會慢慢就少了 甚至就沒有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很可惜 儘管退休後都以協助為主 但陳文山說就怕之前很多研究 沒好好整理好想把它全部寫出來 其實地質的研究來講 你說辛苦其實也不是辛苦啦 那如果你喜歡外面的這種大自然的話 那其實你在外面做調查 其實是一個很愉快的事情 陳文山迷戀大自然熱愛鑽研地震的心 想要做到做不動為止 只處在學校耕耘 高雄景點蓮池潭這裡出現了長80公分 重超過6公斤的魚虎 其實魚虎它是外來種 在惡劣的環境都可以生存 不過過去在蓮池潭 其實都有釣友幫忙協助清除 現在高雄市府也表示 會再加強場域管理 釣客拖著黑色大魚虎 現場釣友們都發出讚嘆 因為實在太大隻了 小朋友想和他合影都好吃力 看到這模樣周邊釣客都笑了 其實大人光是要把它從水裡拖出來 都要一點力氣了 長度也超過成年男子的肩膀寬度 而釣起這隻大魚虎的 就是眼前這位林先生 他開始發力的時候 往外衝的時候就覺得 不一樣喔 慢慢跟他搏鬥的這種方式 搏鬥他完全 就是比較沒有體力 體力耗盡我們才有辦法拉進來 他僵持的大概十幾分鐘有啦 這隻魚虎長度約80公分 重量超過6公斤 其實林先生週末到高雄連池潭 參加私人釣魚競賽 能釣到這麼大的魚虎 在連池潭也算罕見 不過畢竟魚虎是東南亞外來種 屬於強勢魚種 惡劣環境也能生存 接下來六七月 又是繁殖期 就怕引發生態危機 對於台灣本土水域生物 它的衝擊是非常嚴重的 這個案子目前已經通報 連池潭的場域管理單位 觀光局去加強場域管理 以後什麼都吃啊 那生存環境就是破壞生態啊 對啊 釣過之後啊 每一年的魚虎都會被釣光啊 其實連池潭有合法開放的釣魚區域 一方面能滿足釣客的娛樂 另一方面也能協助移除外來魚種 靠著釣魚來除害 為生態保育盡一份心 TVBS新聞 徐建宏 宋阿娟高雄報導 警方獲報在台北市有一棟民宅 有通緝犯窩藏在這裡 所以上前逮人結果發現 被舉報的男子跟女友同居 在這裡超過了10年 但是鄰居不滿 他們只有部分產權卻佔用公共空間 所以報警抓人 看見警察來很不高興 只問自己做了什麼 要被抓 原來是被告切站 但不只這樣過沒多久 就被上銬帶回派出所 原來他被指控佔用住處公共空間 挨告而且是個通緝犯 他的男性同居女友 更被指控背景特殊 發生產權糾紛的房屋 位在台北市民權東陸 和中山北路交叉口巷內 五十八歲公姓男子和四十三歲 男性女友住在這裡十多年 正姓女子和兩人共同持有部分產權 他指控情侶兩強佔空間 多次起糾紛 這回報警處理 公姓男子十多年前 涉及強盜案 躲藏了超過十年 這回也被舉報逮捕 產權糾紛最後有警方協助調解 結果意外抓到通緝犯 不過藍姓女友被指控是藝人的堂妹 藍姓沒助理回應不清楚這件事 也不清楚這名藍姓女子的身份 產權怎麼使用 要怎麼劃分 只能透過民事訴訟解決 但住戶的糾紛不只驚動警方 也讓藝人無故捲入 TVB師兄倦國以台北報導 台中一對新人呢 在餐廳舉辦婚宴 西開十七桌 當中有一桌 特別給吃素的親友 結果沒想到餐廳上錯了 端上了是婚食 事後呢 這些親友才跟新人說 我們破解了 新人進場 有小花童還發棉花糖 費心請人穿恐龍裝 炒熱氣氛 看起來好像是新娘樣的寵物 婚禮都想留下難忘 回憶賓主禁歡 結果新人嗜購才知道 燕客的素食桌被誤上了葷石菜色 逐宿的賓客誤吃到海鮮 從第一道的時候 他們的服務神就送錯了 直到一道吃芥蘭菜炒雙鮮 那個雙鮮有點像是那種干貝絲 那個在素食裡面也有這種東西 疑惑之下 他就吃下去一口之後發現不對 這是葷石 親親朋好友吃喜酒卻害人家破戒 主人家好尷尬 賓客吃的當下有發現 就怕影響新人的心情沒有說 但有反應給婚宴會拐業者 當下卻沒有出力 結婚日洗開17桌 只有一桌是素食桌 事後新人要求 業者應該將素食桌的費用 和服務費全退 並送一桌補償 當事人表示 業者卻遲遲不回應 居然沒有跟我們當下 跟我們道歉 當下都什麼都沒有做 人家爐樹很多年 所以我才特地訂了全素的桌菜 連我要給他們的喜餅 全部都是全素食的 這是我一個主人家的一個心意 業者二號發聲明 針對四月二十號服務生 誤送婚食到素食桌 感到抱歉 也提出三點補償 不收素食桌的費用 針對不小心吃到婚食的賓客 將送素食佛吊牆表示歉意 也將免費送一桌雁客菜 強調有和新人溝通 但沒能達成共識 17道婚宴會館的東區店 員工表示一般素食桌 都會在桌上放上刺卡 以便服務生送菜時能夠核對 避免送錯桌 但這次卻還是出錯 業者也補充會加強教育訓練 就怕新人費心策劃 一生一次難忘回憶 變成害怕香氣的那段回憶 趁天黑穿過盾內刺客 查蘇夫亞前線 急促炮彈聲 沒想到已經被惡軍發現 德國記者團隊跟著烏克蘭士兵 躲進陰暗地道避難 記者講話喘不過氣 但這樣的緊急狀況是烏軍日常 8枚彈要排一排 這支烏軍部隊手上就這些 要和俄軍對抗 需要至少150枚差了18倍 不過烏克蘭還沒被逼到絕境 在阿富蒂夫卡前線 這支部隊操作各種改裝無人機 發動突襲 興奮大後 鏡頭裡的俄羅斯裝甲車整輛炸毀 接著他們發現了更有價值的目標 這只是無人機打中的小衝擊 等待幾秒後 攜帶彈藥二度大爆炸 成功摧毀敵軍後方彈藥堆 但無人機再厲害 沒有防空飛彈 就很難擋下 平凡空襲 南部港都奧德薩 星期三凌晨遭遇空襲 至少三人死亡 短短一天前 這裡才被炸過 今時畫面看到 好幾個爆炸光點 濃煙竄生 當地一座學校建築燒了起來 這棟學院因為外型獨特 被奧德薩人稱為 哈利波德城堡 空襲過後 屋頂幾乎燒毀 尖塔也只剩骨架 哈尔科夫也有鐵道和民宅 在空襲後起火冒煙至少一人死亡 但烏克蘭人的意志 並沒有因為飛彈而消沉 尤其是年長者 對那次客就傳出一則驚人故事 我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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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睡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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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歲奶奶家園成了俄軍佔領區 她竟然在炮火之中 沒水 沒食物 徒步10公里逃脫 抵達烏克蘭控制區域 虛弱的奶奶靠著決心撐下去 這已經不是她人生中第一場戰爭 我去世了 我去世了 另外波羅的海國家艾莎尼亞 指控俄羅斯干擾GPS訊號 影響芬蘭航空搬機降落 還導致該航線緊急停飛一個月 BBC新聞的綜合報導 好 我們來看到 紐約警察進入了哥倫比亞大學 對挺巴勒斯坦的示威清場 甚至拿出電鋸破壞大門 而美國前總統川普還說 這個清場畫面很好看 警察進到校園狠狠拆掉學生搭起的帳篷 有學生氣到上前對峙 結果還是遭大批警力強行拉走 美國挺巴學運輪到威斯康幸大學 麥迪遜分校清場還有副教授遭到搏擊 我們站在那裡 警察被警察負責 我必須說得很暴力 得在額頭和鼻子上貼著OK棒 置於示威的起源之地 哥倫比亞大學更多第一視角的 清場畫面曝光 當時警察可是搬出電鋸 破壞漢米爾頓大樓 下一秒還有爆炸聲轉移注意 之後才穿過層層的桌椅路障 有紐約警方懷疑 這些手法背後都有高人指點 週三忙選舉造勢的美國前總統川普 也不忘搭上割大清場話題 除了順在紐約警察好棒棒之外 川普還算示威者都是同情哈馬斯的 狂暴神經病 他認為美國發生這種事很丟臉 拜登要出來面對 謝謝你非常感謝 我們全面的聲音 相反的加薩當地則有民眾跨海 感謝美國學生支持 哥倫也有巴勒斯坦裔教授 以示威為奧 因為他求學時參加過反越戰示威 現在又加入挺拔抗爭 認為哥倫站在對的一邊 點新聞 綜合報導 巴黎奧運即將在7月26號開幕 而且開幕當天晚上 巴黎附近的飯店房價 已經漲了三倍以上 帆船被輪耗上法國國旗飄揚 這艘有128年歷史的老帆船 正把今年巴黎奧運的聖火 從希臘運往法國馬賽 接著就要在法國國內展開奧運聖火傳遞 巴黎奧運進入倒數階段 Airbnb也在此時推出特別的住宿體驗 不管是天外奇蹟的飛天房 還是到義大利法拉利博物館睡一晚 或是在巴黎奧賽美術館過夜 也有超酷的Purple Rain House Airbnb的住宿主題應有盡有 而且別以為這是有錢人的專利 Airbnb打算用清明的價格 或是直接免費提供給幸運兒 今年預估會有4000人 可以享受夢幻住宿體驗 因為奧運期間 巴黎的飯店平均價格可能暴漲三倍 一晚平均要價新台幣3萬4以上 或許到Airbnb試試運氣 也是到巴黎看奧運的選擇之一 TVB新聞綜合報導 大陸和菲律賓又在南海爆發了衝突 大陸海警以輕闖海域為由 對菲律賓發射高射水炮 強力高壓水炮夾擊一艘船隻 菲律賓海巡艦艇4月30號 在南海拒爭議的黃岩島附近 又遭遇大陸海警船水珠伺候 導致健身受損 這是第一次 大陸海警宣稱這艘菲律賓船隻輕船海域 因此依法驅離 不過當時船上除了有菲律賓人員之外 還有英國天空新聞的採訪團隊 目睹中飛雙方海上護槓 中飛近期頻頻在南海爆發衝突 為了要抗衡解放軍的威脅 美國和菲律賓年度兼兵兼聯合軍演 正如火如荼進行中 這場演練橫跨多個領域 演習區也有兩大焦點 一個就是在鄰近台灣的巴丹島 進行奪島演練 另一個則是首次拉到南海國際海域 和法國展開三方演習 TVBS更獨家訪問到兼兵兼發言人 雖然沒有明指這所謂外來侵略者是誰 但發言人相信美菲演習 將對北京構成威脅 可能派出艦艇就近觀察 菲律賓武裝部隊表示 只要大陸海軍艦艇沒有干預演習 或是發動任何挑釁行為的話 對於他們的出現並不在意 TVBS新聞綜合報導 俗稱海龍挖兵的陸軍特戰兩棲偵察營 現在在美軍特種部隊強化的指導下 作戰能力又可以說是不斷的精進了 漢光40號電腦兵推上週落幕 知情人士透露八天七夜攻防模擬中 大台北地區又面臨重兵夾擊 當攻上攤頭的解放軍 在基隆港和台北港都完成了行政下洩 國軍嘗試擴大跨區增援 阻擋敵軍夾擊在首都會施 我們的這個推野一定是依據解放軍 可能對我們的威脅來去做調整 因為今天會打到這一種登陸作戰的話 有可能我們的海空兵力已經受到一定程度的損失了 所以會變成無法阻止他們對我們進行登陸 斬首作戰這裡要去澄清的是 他不是說只去打你的一個領導人 或者是我們所謂的高官 而是他只取政經中輸 不過大部隊犯台 和定義上的斬首行動又有些微不同 敵人想要對我發動斬首齊襲 那麼他不外乎以空中突擊 或機降空降的方式 或是藉由海上滲透的方式 來遂行他的這個作戰任務 那如果我們把大台北地區的地形 我們做一個通盤檢視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就是說 像他這種典型的中蘇藥藥 位於主要河川的流域的 其實世界上有很多 那也就是說 其實敵人如果要經由水域來滲透的話 這是一個很有可能被運用的途徑 最後了 過去擅長取敵之首級 俗稱海龍蛙兵的陸軍特戰兩棲偵察營 會是反斬首行動 未來必要陣容嗎 兩年多前 部分海龍蛙兵以防大台北 消息傳出幾個月後 總統蔡英文也踏上了澎湖 續免部隊 戰績展示場邊說明背板上 這句台美協訓成果報告 在外媒披露 北軍特種部隊強化對台交流的現在 更強化了各界聯想 滲透跟反滲透 這是一體兩面 目前它已經是一個 具備有三級作戰能力的特種部隊 那這樣的一個部隊 它其實它可以適應在本島 離島或者外島 都可以來發揮它的作用 最主要就是它可以在平時 不管是昼間或夜間 藉由它的所佩服的舟艇 來實施水域的巡邏 類似的案例就如同東京的雨田川 倫敦泰晤士河 美國華府的波多馬克河 或是南韓的漢江 透過部隊武裝巡邏 位數中樞地帶的河川流域 嚇阻敵方小部隊伺機而動 而這只是兩棲部隊公有其一 比如說海上你發現了 可能有不免人士 或是屬於比較精壯的 或者是有一些武器 這些可能不是我們國家的 自私的武器印進來了 如果是斬首部隊的話 他們不會是整批從任何地方進來 他們是可能分批 禁案偵查的特殊專長 對於我方能否在敵軍發起特攻之前 就掌握先機至關重要 因為大臺北地區交通網絡四通八達 除了基隆淡水兩條河道 主要的平面或快速道路 都是進犯可能入口 今天我們會面臨到的 有可能是一個輕裝重火力 藉由這種輕兵力去搶佔 一些重要的關鍵基礎設施 然後對我們造成一些威脅 我們大臺北過去來講的話 我們傳統的一個兵力 其實是不一定是那麼足夠 上述不管是陸戰隊 或什麼兩棲營等等這些部隊 他的目標就是要去守住這些地方 包括既有憲兵營 和已經進駐附金剛的陸戰66旅 外船即將交付台灣的M1A2T 也將成為關子部重要反擊火力 位數陣容近年不斷調整 也像是威脅情勢變化寫照 TVBS新聞 程序EF 看不到